蜂油精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东西,尤其是在夏天,蜂油精的用处很多,因为夏天的蚊虫比较多,所以我们经常会用蜂油精来比喻蚊虫的冰咬。 其实蜂油精的作用不止这些,蜂油精的用途还有很多呢。 那你听说过将蜂油精滴在肚脐上吗?你知道蜂油精滴在肚脐上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吗? 蜂油精除了屈蚊虫痒,到底还有其他的什么作用呢? 睡前在肚脐滴一滴蜂油精,很多人不知道有啥用,但是过得都夸好,蜂油精除了能够屈蚊虫痒,对于女人而言,蜂油精可是一个好东西,生活中有很多女人会有痛经的症状,所以在睡觉之前滴几滴蜂油精在肚脐上,然后用普通的胶部封住,这样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屈含止痛的作用。 对于女人的痛经也有一定的效果,因为蜂油精只有精热凉血,活血通过的作用,所以说将蜂油精滴在肚脐上,能够有效地缓解女人的痛经问题。 你将蜂油精只用来屈蚊,这四个用处,学会了真的很重用。 屈蚊只一讲,下天到了,蚊虫特别多,烧衣不注意就会被蚊虫钉咬,所以这个时候,在被蚊虫钉咬处擦一点蜂油精,能够有效地去养杀菌。 但是要注意的是,如果你的皮肤已经被抓破了,涂上蜂油精之后,可能会有过敏的症状,所以就不要再擦拭了。 二方中暑,炎热的天气,在户外工作的人们很容易中暑,所以,大家可以在出门之前,将蜂油精服在太阳穴,人中,隐藏的护卫,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止中暑的功效。 三,制烫伤,在日常生活中,如果不小心造成了小面积的轻度烫伤,那么也可以将蜂油精敷在烫伤的部位,每隔三到四小时封一次,能够有效地止痛,而且使用蜂油精,可以有效地防止烫伤部位感染。 不仅如此,在烫伤回复的过程中,也不容易留下疤痕。 四,聚交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